大家好,我是肥太郎 又來到懶人包的節目 今次這一張呢 唉,一言難陣 好了,肥太郎超人到上 超人阿香第三章,開始! 上集講到,七聖俠送上了超人手押給超人Jack 超人Jack利用超人手押 成功殺死了Bear Muster 來到這一日 賈藤隊長終於都升官發達 他將會調配去 Mato的宇宙站的工作 今天的一班隊員 將會闊別了 陪伴了我們已經22集的嘉騰隊長 再見啦,嘉騰隊長 祝你一路順風 而來整體嘉騰隊長的 將會是嘉騰隊長以前的上司 聽起來絕對是一個高人 但今天新隊長就遲遲都未上班 究竟搞甚麼呢? 今天阿發爹這麼晚還未上班呢? 發哥 你去哪兒? 沒有你,我們怎樣碰呀? 而另一方面 Mato收到紐約方面的消息 當地的垃圾場合出現了一些問題 令到當地的Mato需要全員出動 究竟紐約那邊發生了甚麼事呢? 好,說回日本 今天香就趁巡邏的時候 乘機吞泡找旅遊 突然之間 板田次郎就出來整股他們 而香也在這個時候發現了 在這些垃圾桶裡面 出現了一些很奇怪的洞 香於是乎就來到垃圾站 更加發現了一些不明的煙霧 之後還出現了小型地震 香就拿了這些索膠回到Mato進行分析 結果推測到很有可能是有一些病毒在腐蝕塑膠 忽然之間 垃圾場周圍都出現氣體自然 香立即黃起上身 懷著一伙烈火紅心 立刻衝到垃圾站成為救火英雄 就在這個時候 遲遲未到的新隊長終於打電話來了 新隊長就說了 是誰自把自來救火的? 是我做的 你立刻給我停職三天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 那隻怪獸就會缺氧 他就會爬上地面 剛才我在紐約已經對付了一隻 沒錯 一切的事 都是這一隻的冬菇頭食膠獸在搞搞陣 Mato隨即傳言出動去對付怪獸 但是這一隻的冬菇頭食膠獸 不但只可以空手接導彈 更加可以使出派膠絕招的噴出來的膠絲 令到Mato的一班隊員都聚機了 就在同伴有危險的時候 香決定違背停職三天的命令 他已經覺悟好了 香決定要將功補過 來到現場之後 香駕駛的戰機 竟然被冬菇頭食膠獸抓住了 香的右手也因為這樣而受傷 又有危險了 又是時候要變身了 超人Jack大戰冬菇頭食膠獸 但是因為香的右手的傷患 超人Jack根本就發揮不到全部的實力 冬菇頭食膠獸又再一次派膠 超人Jack被膠絲前身 就在這個危急的關頭 心隊長伊翠龍登場 伊翠龍他驚艷老道 而且擁有一流的戰機控制技術 他不費吹灰之力 已經令到冬菇頭食膠獸混混陀陀 更加令到冬菇頭食膠獸 不斷吐出教師派膠給自己 然後伊翠隊長再繩一顆導彈他彈 機會來了 十字四光發射 瘟啊 當眾人都以為新的伊翠隊長 會大大力地懲罰香的時候 錯了大家掉了眼鏡了 因為伊翠隊長雖然表面上十分之嚴格 但實際上其實都是一個會看失下屬的隊長 以後要多多關照了 MART的新隊長伊翠龍 好我們之後就繼續說回更加多劇情的部分 而其實自從那隻Bandwood Star作為宇宙怪獸第一次出現之後 由第18集開始 劇組就已經不斷地加入不同種類的宇宙怪獸 包括有瘋狂玩透明人間的脫毛場BBY 將星星全部吞噬的黑色一角魂 吸食電波干擾電視台的宇宙三眼仔 由小朋友重新FF出來的翻牆集中龜 好恨人用體素跑的三角大甲蟲 還有一對架大馬剪鉗的折蟹折蟹 但是面對著接種而來的宇宙怪獸 超人Jack 都是不會戰敗給他們的 為什麼? 答案很簡單 因為超人Jack 擁有超人手牙 而超人手牙 因為本身藏有十分強大的能力 可以幻化成不同的武器 大大增強了切割敵人的能力 由於是懶人巴的關係 所以我這裡就不介紹那麼多了 可能我之後就會出一條影片 盤點一下超人手牙的奇幻力量 好繼續說回故事先 大家試想像一下 萬一一件這麼強大的武器 如果落了一敵人手上 是不是會隨時出現自掘墳墓的慘放呢? 所以這一集一定要說 由第31集開始 終於出現了這一套作品 第一位登場的宇宙人 澤朗星人 澤朗星人他 才發生成為一個啞的小朋友 輝南 輝南透過認識伊崔隊長的女兒 美來子 來到了蜜桃的基地參觀 在參觀的時候 她透過心靈感應 向鄉表明自己的身份 而他們對話的內容是這樣的 超人 我是專用這個女孩來接近你的 你到底是誰? 超人 我將會派出一隻怪獸 而我肯定你都會變成超人去戰鬥 而當你戰勝那一刻 同時也是你死亡的時候 香 他終於都忍不住了 他要動手了 但是在一班凡人的眼中 他們只會覺得香是在虐待儀堂 而澤朗星人正正在利用地球人對小童的包容心 我賤啊 接下來伊崔隊長就找了香單獨照廢 香如實報導敵人想殺死超人的計劃 伊崔隊長起初都是存在著質疑的態度 雖然隊長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他始終都不太相信這個小蚊仔揮藍真是宇宙人 始終都是被自己的女兒純真的友情蒙蔽了 所以這次又是一個不聽超人言的例子 而接下來真是出現了一隻怪獸 這一隻的哨牙怪 抓住了一個小朋友 而這個小朋友就是輝南 其實他搞這麼大場大龍鳳 就是想香快點變身 但是香這次就聰明了 他沒有種雞 於是計劃就失敗了 怪獸家要被逼逃走了 也都放走了輝南 來到醫院冤家路窄 香又再一次見到輝南 輝南又再一次挑釁香 這個時候大家發現了 也都拉開了香 眾人都對香的表現感到十分疑惑 之後 透過對香的精神狀態評估 藍隊員就發現 香的神經是完全正常的 接下來 香就要求 伊吹隊長 不要再被輝南和美奈子一起了 但是隊長又再一次拒絕 其實在伊吹隊長的心態上 他反而覺得香 是比起輝南更加像宇宙人的 但最有趣的是 其實他又真的沒有猜錯 好了 我們就看看這個錯綜複雜的故事會怎樣發展 既然伊吹隊長 傾向依然都是不相信香 最後香就說了 無論你怎樣想都好 如果超人下一次真的陷入危機的話 一定是那個小孩做的 記得把那個小孩殺死 然後香就轉身走了 鏡頭一轉 沙華怪又再一次出現 香立即變身成為超人Jack 大戰一觸即發 戰鬥拳來腳王 最後 超人Jack 也都用超人手牙 將沙華怪殺死了 但是 他回收手牙的時候 手牙忽然被一股外來的力量控制 不斷幻化成不同的武器去攻擊超人Jack 超人Jack有危險了 澤朗星人用他的電波干擾器 控制著超人手牙 就在這個時候 伊吹隊長終於都記起香的說話了 無論你怎樣想都好 如果超人下一次真的陷入危機的話 一定是那個小孩做的 記得把那個小孩殺死 最後 伊吹隊長終於都來到 醫院的某個房間 找到了輝南 伴隨著一下的槍聲 澤朗星人終於在死之前 露出他的真面目 為這個錯誤中複雜的戰鬥畫上了巨號 而隨著這一集的故事 伊吹隊長 好像已經知道了香的真實身份 雖然故事中就沒有明確地表明 但是我們也可以在劇情中隱約地看到 在一次的事件裡面 有一個善良的宇宙人 不幸地被無知而愚蠢的地球人殺死了 因為香不能及時阻止 他就跪下了 當香感到無助 無力感很大的時候 伊吹隊長發生了成為一個浪人 鼓勵香 看看眼前的一切 於是香又再一次重新振作 變成了超人Jack 繼續跟怪獸戰鬥 不知道大家有否覺得伊吹隊長 真的覺得香是一個超人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而接著下來 香也都要面對著不同的怪獸 例如有間道出執的脫皮蟲 說好不提的凍植物合成羞 閃死人的翻版第六使徒 以及 吸毒人一頸血的野美蝙蝠 超人Jack 將這些怪獸一一打低之後 接著下來 終於要來到這一集了 一場命運的安排 一個殘酷的故事 這些的一切一切 都是由這個 禿頭大叔開始 這個表面和愛可親的大叔 究竟他是誰呢 他又有什麼秘密呢 原來這個禿頭大叔 暗地裡同一班手下 正在進行一個 對超人Jack的研究 他先對上集介紹過的 龍卷怪獸西格拉斯 和宇宙大怪獸貝蒙斯坦 Vemusta 進行了再生 兩隻怪獸又再一次出現 向立即變身 命運如同過去 再一次重複 一模一樣的場景 一式一樣的戰鬥 超人Jack 再一次打敗了 西格拉斯和貝蒙斯坦 香真的感覺到很奇怪 好像所有東西都有人刻意安排 而這個禿頭大叔 亦都開始進行他下一步的計劃 來到今天 麥陀要運送他們的發明品 土星Z 土星Z比消化金油 又高6000倍的威力 今天麥陀的一班隊員 就小心翼翼運送土星Z 忽然之間 一隻怪獸突然之間破山而出 沒錯 他就是十分之有人氣的怪獸 用心棒怪獸 Black King 而麥陀落車對付這隻怪獸 就在這個時候 香見到一個宇宙人上了車 好一招 掉虎離山計 不是 掉虎離車計 這個禿頭大叔 長袖著土星Z 而他的計劃 也都正式進入高潮了 又有哪一個會想到 今次他的目標 就是香他的女朋友 板田秋子 這個殘酷計劃 正式要開始了 他們一下就抓了秋子上車 完全不收口地 拿車一下就撞飛了板田大哥 再高速地 一下就丟了秋子下車 短短的半分鐘 板田大哥命數已盡 板田秋子也都閹閹一息 香來到了醫院 板田大哥他 唉 沒得救了 一直以來 板田大哥一直都是香的人生導師 日日從前一直寄望著香 成為一個賽車手 直到香家阿媽陀 在香遇到挫折的時候 板田大哥會激勵他 在香遇到失敗的時候 板田大哥會訓練他 在香做得不好的時候 板田大哥會鞭策他 但現在 一一都成為了過去 直至死的前一刻 都奮不顧身地救他自己的妹妹 至於秋子他 他還有呼吸 阿杰姐到底是誰做的 是宇宙人啊 而下一秒 悲劇的事情要發生了 板田秋子他都 唉 板田秋子這位女朋友 一直都心愛著香 從前一個天真無邪的少女 徹底地愛上了眼前的這位男性 我們可以從生活的很多小細節 而得知 秋子愛香的程度 是遠遠超越香愛秋子的 一剎那的甜蜜 都不代表永遠的幸福 而回到現實 面對著他們兩個的死亡 香沒有大發雷霆的發洩 也沒有大哭大哭 他只是默不作聲 但我告訴你 一個人在內心崩潰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了 香步出天台 踏出了一步 你以為他會自盡嗎? 不是 他變身成為超人Jack 在這個夕陽上面 香和超人Jack的內心 已經充滿著悲憤 他決定要瘋狂攻擊 這一隻的用心犯怪獸 可惜 他的戰鬥方式 一早已經被看穿了 而拖頭大叔就是現出 他是暗殺宇宙人 納赫爾生人的真身 暗殺宇宙人納赫爾生人 這個種族殺人欲罵 擅長用策略去折磨自己的敵人 而他在他面前的 就是一個充滿著悲憤 完全被分析到徹底的超人Jack 他們一前一後 瘋狂地毆打超人Jack 超人Jack已經完全沒有招架的能力 就好像一個文藥書生 被兩個古惑仔 霸道欺凌 雖然Marta有全力支援 但一點用都沒有 最後慘敗的超人Jack 被納赫爾生人鎖起了 完全毫無尊嚴地 遊街示眾 所有市民都目睹了 超人Jack的慘敗身影 然後超人Jack被送了上宇宙 就在等候處形 準備將超人Jack50分屍 而在地球方面 納赫爾生人亦正式向Marta宣戰 他還要求Marta 在12小時之內無條件投降 而納赫爾生人 之後更加開始破壞宇宙空間站 耳翠隊長決定追蹤電波研究所 因為這個就是納赫爾生人的基地 上野和藍隊員成功地潛入了基地 就在他們想直接引爆這個基地的時候 閘門突然之間在蓋上 這次他們中計了 之後上野和藍隊員 更加被納赫爾生人操控了 陷入了催眠狀態 他們回到基地之後 一下就打糾我們的耳翠隊長 幸好最後都成功制服到他 這次就輪到伊吹隊長和岸田出馬了 但他們去到 唉 他們有終計了 這個時候 納赫爾生人更加可以遙遠控制上野和藍隊員 他們兩個又再一次步走 更加升起了色狼之手 打算突襲優隊員 於是優隊員為了避開兩個色狼 而躲在一角 當地球和宇宙這兩邊的情況 都去到最壞的時候 奇蹟要出現了 熟悉的異人 是吉田 和七仔 他們兩個變身成為超人 和七星俠 兩位超人共同合作 將超人Jack 在絕望之中救了出來 就是這樣 香平安無事 回到基地了 但他不知道 抹頭的四位猛藍 已經被操控了 他們打算將香 帶他進行槍決 這個時候 優隊員就大叫 香 大家都被人操控了 香一己之力 將四位猛藍打低之後 原來這四位猛藍 都被借入了一個小型的音波吸收器 香終於忍不住了 他立即衝向敵陣 在前往的途中 他不斷地想起板田兄妹 這個時候 用心盼怪獸 Bat King 再一次出現 向立即變成超人Jack 而清醒回來的Mata隊員 立即地出發 去支援超人Jack 但超人Jack 再一次陷入苦戰 但這次不同了 超人和七星俠的友情 已經成為了他心靈的支柱 超人Jack拼命地反攻 誕生了新的必殺技 Srice Hando 將Bat King的頭原隻地切下來 之後再捧著拿哈爾星人的屁股 洗出 Ultra Nage 終於都將這兩個無奶殺死了 最後香 也是電波發射站到 找到之前被搶走的土星星 總算是最後化解了爆炸的危機 這個麻長的事件 也就此解決了 好 今集就講完了 下一集 超人阿香 最終章 久違而大家熟悉的兩位敵人 巴魯坦星人JR 將會登場 而另外一位就是 宇宙好龍即頓 依代木 到底會帶給地球一個怎樣的災難呢 請留意下一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按訂閱和按讚 好啦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掰掰 SHOW WATCH